開幕儀式上極智能舞蹈團帶來精采的表演 搭配玉鼓方聯合演出 為活動拉開序幕 3 2 1 請擊鼓 副市長柯水源 文化局長張建祥等人一起擊鼓 宣布2012年的基隆中元祭演藝活動正式展開 副市長也宣布未來中央有意將基隆中元祭納入國家的慶典 希望大家再接再厲 延續158年的基隆傳統文化 將來文建會 將來文化部 要把它列為國家的重要的慶典 可見從中央的長官重視這個中元祭的活動來看 我們還要需要再繼續努力 包括風箱舞蹈團及國內外表演團體都輪番上陣 文化局說一系列的動靜態的活動將接著登場 意境中元的這個表演節目呢 我們現在從今天開始我們有13場次 當然我們跟網立一樣都會請國外團隊 所以我們有土耳其 墨西哥 非洲剛果跟南島 那我們國內的我們會請有文建會他們扶植的有6個團隊 跟我們在地的我們非常優異的這些表演舞團 包括明日日新 風箱 今年的基隆中元祭以競技中元為主題 開幕式後將有11場次的表演活動 從今年開始將持續到9月2號 文化局也邀請市民一同參與 享受一年度的精緻豐富的一文饗宴 記者黃紹明採訪報導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